高雄新興區凌晨爆發打架衝突 67歲老先生喝媽了 跟另外一名男子發生口角糾紛 結果相互叫罵之後 竟然動手戶毆 男子甚至把老先生沿路拖行相當火爆 另外同個區域還有一對姐弟 為了200塊錢零用錢大打出手 甚至驚動了快打部隊到場協調 大半夜 今天是新畫面拍一下 藍衣男手拉著短褲男在路上 沿路拖行毫不客氣就這樣一路拖到馬路上 接著又朝他猛踹 藍衣男的朋友也在一旁二對一 時間長達好幾分鐘 這是有戶口 男生先打那個老婆那個 然後就救另外那個來 深夜打架警車救護車通通到場 遠景抵達 大生的情緒似乎還是很激動 我們剛才領錢 還有一個阿伯 我們要了解整個情況 然後我們剛好叫做 他說不出來 火爆場面發生在27號清晨5點多 原來當時32歲無姓男子來到新興 卻一間超商要領錢 而67歲阿伯一次喝茫了 上前挑釁找架吵 雙方當間互毆 現場甚至出現甩棍等武器 還好警方即時到場 大視人邱南與吳南互不認識 後續警方依刑法傷害罪 社會秩序無為無法代所偵辦 而實際查惹似的阿伯 有酒駕前科 這回又喝酒醉鬧事 被打送一還得被反辦 另外同一晚 同一地區還出現另一件打架衝突 好幾名年輕人遭到警方壓制現場 一片亂走走 原戶歐的是一對姐弟 姐姐疑似不滿弟弟借了200元不還 才會大打出手 只是因此驚動快打部隊 夾早被通知回家後 恐怕得再對姐弟倆好好勸說 姐姐剛說這麼大